幫我寫一個方向程式網址給他 然後要做什麼給他 不過啦 剛剛同學有提到說 他有時候不會也會說謊 所以你有時候怎麼樣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說不會 他會跟講說 我不會 OK 真的有的時候他不會 他就說不會 不然的話他不會哦 他會幫你找個接近的 但是那個其實你run 還是不會成功 OK 就這樣吧 Enter一下 他就馬上幫你寫了 好的 有沒有 他就幫你寫 而且還跟你敘述一下說 他會用哪些模組 然後要做什麼事什麼事哦 然後就開始 啪啪啪啪開始寫 寫完之後底下 還會幫你做步驟分析 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話就幫你寫出來了 那總結啦 基本上呢 他用了幾個模組的 第一個的話 不外乎就是用什麼request 有沒有 request其實主要是什麼 把那個 你給他的網址 的html原始碼 抓下來 OK 所以request的作用是這樣哦 第二個的話呢 是利用beautiful sub 那因為原始碼 我們基本上哦 要來分析很麻煩 所以基本上會用他有沒有 去幫你找那個 剛剛講的那三個 標籤 第一個是table 第二個的話呢 是tr 第三個的話呢 是td 有沒有 那Pandas的話呢 是做什麼 因為要存csv嘛 所以他基本上 我會認為說用Pandas來 存csv最簡單 可是我發現Pandas好像會有問題耶 他這邊執行起來好像會出錯 所以呢 理論上哦 我會把程式呢 給改掉 OK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複製啦 當然你可以自己產生一下 我要把我產 他產生的這一段程式嘛 把它把它貼到這個雲端上的第九頁這邊 OK 理論上應該都長得差不多啦 我用這一段好了 因為我發現他每次生成 偶爾會不太一樣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統一的話 我直接把它生成那一段 直接貼到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九頁的地方 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也許你可以拿這一段來練習 OK 然後把它直接貼到 我們的一個空白的模組裡面 我貼上之後的話呢 直接把它放大一下 那跟我們之前寫的其實沒什麼太大不一樣 反正就是先下載資料 給它一個網尺 然後get的話 不過encoding它是用big5哦 big5我記得好像會變亂嘛 我等一下要看看好了 然後還有哪些地方不太一樣 他多了一個判斷 判斷的話就是如果 資料下來才執行 如果資料沒下來 他就會跑一個錯誤訊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不加其實也不影響 那底下的話他就幫我分析什麼 分析Table TR跟Td 這個看起來也沒問題 不過呢 第一個看到的問題 就是呢 他用Fy的時候 他去找那個Table 這個地方一定會出錯 為什麼 我講過 如果你用Fy的話呢 表示說呢 你這個網頁裡面 只有一個Table標籤 或者是說你在第一個 那顯然不對啊 我應該有記得吧 我們上個禮拜用那個什麼方式 我們用那個尋找的方法 按滑手右鍵 直接在表格的 左上點按右鍵檢查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Table Table在這裡 那這個Table的話是第幾個 你可以什麼 點兩下之後 Ctrl-F 尋找一下 然後並且在Table標籤 前面加一個小於符號 這樣才是標籤哦 那 也就是這個網頁裡面有7個Table OK 他馬上知道有7個標籤 那目前的話呢 我們這個應該第幾個 你可以向下 我先找一下 好像是在第五個的樣子 這個是第六個嗎 不對 第五個 對 沒錯 第五個 這整個就是第五個 OK 這樣你可以這樣看 上下來有沒有 他會第五個 OK 所以理論上哦 假如你現在執行 他一定會出錯 那如果你要改的話 要怎麼改 很簡單 就是呢 因為這個 表格Table 不是只有一個 很多個有7個對不對 所以一定不能用Find 那要改什麼呢 底線Find All 所以這個可能你要自己去除錯 我發現哦 他會隱藏幾個Bug OK 對哦 那Find All呢 就指的是要找那7個的意思 那 我找到之後的話呢 那問題是要第幾個 特別注意哦 我要的是裡面的第 第幾個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Find All後面哦 再加一個 中國阿虎 那意思就是說 我要他找到的第 總共7個嘛 那從0開始編號 所以5的話呢 應該要-1啦 所以是4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我找到那一個哦 所以第一個錯誤哦 就是我常 我發現哦 Trust VT哦 常常會出一些錯誤 那這個錯誤發生的原因哦 都是他標籤的位置啦 或者是數量找錯 所以如果你有概念的話 以後真的是可以用Trust VT 幫你產生 這個程式 但是你要自己檢查一下 他要的標籤是否正確 如果不正確的話呢 你就把它修改一下 OK 然後我第一個改這個哦 OK哦 總結一下 第一個我從上面改下來 第一個是BIG5改成UTF8 第二個的話呢 我是把這邊Find 改成Find All Table哦 Find All 然後這邊加一個中瓜虎 因為我是第五個嘛 所以是4 從0開始編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從L上面這一串哦 大概Ford回圈就 Ford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Ford 留下兩行就可以了 Ford跟下面那一行 其他刪掉 然後呢 底下就是加上這個 我剛剛打的這一段 Print它就可以了 Print 那Print裡面的話 實際上就是把這個COL 裡面總共有四個欄位 對啦 COL就 columns 那我分別把它裡面的文字一個取出來 那因為第四欄是備註 所以我不要加 不要把它取出來 那應該就OK了 還有一個 這個 import這個可以不要 import Pandas 所以我 我們這裡暫時不要用Pandas 好 這樣就OK了 執行一下 應該OK了 可以哦 不過的話呢 好像還有一些地方 還需要再把它修正 修正完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把它存檔 咦 就可以存成CSV了 所以其實你說 假設你問我說 這個ChurchVT 是不是真的可以幫你寫程式 我是覺得以Python來看 它好像只能幫你寫一半的 目前只能有一半部分 它就可以幫你寫 但是有部分呢 你變成你要自己能夠看得懂 並且修改 如果你完全看不懂 也不知道怎麼修改的話 那它幫你產生的 有的人像亂槍打鳥 偶爾會中 但是偶爾就不太會 不太會中的可能性蠻大的 而且我發現很多 基本上很少說程式一次貼上去就OK了 大部分都是貼上去之前 我要先檢查一下 它的程式是不是有問題 有問題的機會好像蠻大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 我是直接拿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九頁 這個是這個ChurchVT生成的這一段 那我把它修改一下 那改的